3 2 1 未来城市基隆先行 基隆转运站正式启用 要请大家掌声鼓励 画面上是基隆转运站启用典礼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立委林佩祥及多位市议员 还有交通部公路局局长陈文睿 跟基隆市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启动仪式 交通处长王俊宏等多位市府局处首长也都到现场 共同祝福转运站营运顺利 造福广大的通勤族 过去在转程的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炎热的夏天或寒风刺骨的冬天 大家真的辛苦了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 还有过去工程留下来的种种缺失 但是市府积极改善 总算在引颈期盼下 让我们曾经有过四次变更设计的基隆转运站 正式启用 现在大家可以在舒服的空间里 等候往台北方向的国道客运 只要往外走到公车亭 就可以转成市区的公车 通往地下道的街舞空间 就可以转成火车 不用再忍受日晒雨淋之苦 希望说国梁市长跟我 还有我们市议会 大家一起努力 把捷运拉过来 把捷运拉过来这边 那这一点的话 刚刚那个我知道 交通其实我必须给 我们交通部跟公路总局一个高度的肯定 因为公路总局二话不说 我们国道客运的补助 所有基隆市国道客运路线的补助 八月底都会到位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就会要求所有的客运路线 要给我加班次 因为我们基隆人不想在台北等车 等得很晚再回家 我们也不希望说天天早上 去台北上班的时候上不了班 这点我们会做到 那我想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我也要感谢林友常市长 在任内大力的来规划 推动转战的进行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 我想可以不分党派的大家共同 来努力来合作 那也应该 把过去的努力呈现出来 也把现在大家努力的成果展现出来 这都会对基隆市民 或是相关的通勤族来说 会是最关心最关注的 里面的月台数 跟这个进驻的路线数 我觉得 因为我看过其他都市的转运站 这个我们基隆市的转运站 真的是非常具规模 而且非常舒适 那它其实就是把我们所谓的一些 这个客运 国道客运 然后包含一些公路的这个路线 然后都把它做到我们的这个转运站里面 就可以来等候 然后可以来上下车 所以这真的是让大家以后不用再 风吹日晒雨淋了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在基隆城距转运站呢 这边HOME GUE也会在设置商场 然后可以让整个内部 让很多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等车的时候 还可以去买个早餐啊 然后甚至可能吃个饭啊等等的 我们会让这个城际转运站 未来可以更加的便利 基隆转运站包含19条国道客运 33条市区公车 民众可以在转运站舒适等车 不用再忍受日晒雨淋 往外走到公车亭 就可以转乘市区公车相当便利 而针对转运站刚启用 大家可能对动线还不太熟悉 市府交通处表示 将持续加派人力引导市民搭车 全力做好相关服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就会再次看起来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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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